今天来咖啡馆的当天 其实就是这一首歌 和全网粉丝见面的日子 没错 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 It's time 所以 时间到时间了 时间到了这种感觉 但是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定义句 因为它后面还加了一个省略号 加了三个点 这三个点代表了什么 代表着就是可能 没有完全到那个终点 我只是到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 要朝下一步去迈进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 因为这个时间点 像对我来说 我再见到你的这个时间点 我上一次见你是你们 R1 SE的最后一次舞台的合体 没错 然后这一次你就变成了 自己一个人的单独 这对我来说是 我觉得你的It's the time 对吧 It's time to change 对你个人来说 对我个人来说 是重新审视自己的音乐 重新以音乐人的身份 继续上路的一个身份 因为其实过去的时间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跳舞 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可能 我要把更多的精力 再回到我的音乐上 重新以一个音乐人的身份 继续往前走的 这样一个时间点 是的 而且其实这首歌 我能感觉到 小齐的这个企图心 因为它其实是加盟了新的厂牌 Baba Rising 然后 这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对 能够做这个决定 对 因为跟Baba Rising的合作 是因为大家对音乐的理念 是相同的 文化的追求和青年的表达 就是当下青年的 这样的表达是相似的 所以希望能够一起去创造出 一些属于我们当下年轻人 喜欢的音乐 和喜欢的一些东西 嗯 那所以其实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你加入了之后 会不会看不大到 你再继续跳舞的样子了 哦 那还不好说 不好说吗 对 因为其实在后面的有一首歌 虽然不一定 但是那首歌听了就让人想要跳舞 就会舞动起来 还有抹性 对 所以也不一定 好 所以那首歌什么时候 会跟大家见面呢 应该都会在冬天之前 和大家见面 冬天 大约在冬季 所以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没错 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如果不听一下的话 我觉得会有遗憾 所以接下来就是 It's time to show 好的 最关键的是来到了东方明珠 在这儿我觉得夜不够 好的 来 期待一下